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姓周 这再后来就更滑稽了 我在简历上明明写了出生年月日 他还问我 都把我给问蒙了 好像在核实身份 爸 胡了 你想什么呢 不是说 你们公司是香港的吗 我们周总就是从香港来的呀 不会这么巧吧 小贵人 你快过来呀 小贵人 你快过来呀 来来 等一下 等一下 小贵人在这儿呢 你可悠着点儿 咱们没买保险 没事 你看他们今天发得多快呀 文静 我想上厕所 这附近哪儿有厕所啊 你憋着吧 别上了 不行 我们找找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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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救星来了 救星来了 你来得真是时候 赶快带我们去小厕所啊 上厕所啊 回公司上吧 你们收摊了 那我们这还没发完 那怎么收摊啊 厅厅的工作令我安排 公司让我接他回去 你也没事了 上厕所 回公司上 走 上车 回公司上厕所 走 干秘书 对啊 陈秘书高升了 得有人替他 我刚来什么都不懂 不懂就学呗 周总赏识你 也是你的运气 半君如半虎 你在上层干 对我也有好处 半经办了 婷婷 来来来 进来吧 来 这边坐 这是方婷婷 我的新秘书 这是丁妈 丁妈好 你好 坐 坐吧 周总 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你先回去吧 明天你不用过来接我了 好 谢谢 吃水果 一会儿陪我去逛下商场 以前陈秘书他经常陪我逛商场 现在该轮到你来承担这个责任了 好 来 拿去试一下吧 周总 我想送你件礼物 周总 没事 你去试试啊 咱们 我来 等一会儿 下次我来 好看 周总 这个太贵了 只要你喜欢 这些你都不用管 爸 回来了 今天工作怎么样 开心吗 爸 我福星高照 遇上贵人了 是吗 遇到谁了 周总 看我当他的秘书 今天啊 他还算了我好多礼物 这一件高档的裙子 都三千多 爸 走 我给你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太稳定 爸 你是看房价不稳定吧 傻操心 婷婷 周总 婷婷 我要出差几天 等我回来 我会给你的工作做些调整 谢谢周总 最后 虽然发现的 虽然发现的 修立 背后 赤净 鸭 鸭 不,那边还行不行 这时候硬要遮捺 做很多的鬼蛇 很有层牙 мире还还,我也要住 不要 price 快点 不要急 我很久 快点 别走 还我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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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你们给我出来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你 这种料的那块锅里 是多少钱啊 我给你打开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小刀 你干什么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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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养孩子 别打开 我让你们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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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别跑呀 别跑了 你来 我让你们抓住 我让你们抓住 好 你让你们跑 在回家这儿 你搗什么落呀 你 小刀 放下 不带下 你 怎么回事 李主任 周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就是这儿的养押户 怎么 没给他补偿 没了 可他就是赖着不走 再说这颗地皮也不是他的 后来就当围扎房给处理他 太野麻烦了 以后再这么闹起来 那就麻烦了 周总你放心 回头我处理他 有没有人救救我呀 有这么多血 没事吧 赶紧送医院 来来来 小心点 慢点啊 小心啊 没事吧 太小了 慢点 慢点 周总 这些损失我们承担了 这个事 如果处理不好 这个项目我们就不做了 小赵 打电话报警 好 把野鸭的弄派锁去 好好好 还有 把他们村房主任叫来 好好好 怎么回事啊 你叫什么名字 野鸭子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就叫野鸭子 那你姓什么呀 外边人怎么叫你呀 我姓野 人人都叫我野鸭子 那你爹姓什么呀 我没爹 你没爹 你哪来的 后爹捡的 那你后爹姓什么 哥 他就没给你起个名字啥的 你问哪个名字 那你有几个名字 哥哥 鸭子的鸭 不过没人叫 要叫就叫野鸭子 后来我又被送给我二姑 我二姑父姓姚 他们叫我姚静 不过后来他俩去了东北 这个名字也废了 我还有一名 叫捞一把 你知道 你为什么来这吗 知道 你们招错人了 那依你的意思 我们应该抓谁呀 应该抓先我演压场的人 是李主任 他没有经过葬委会的同意 就把地卖给了开发商 还在那儿盖什么度假村 这是镇里的整体规划 在招商引资 在发展我们的经济 我养鸭子就不是发展经济了 你给我坐下 就你养那几只鸭子 能发展多少经济效益 我从养六只鸭子开始 发展到现在 已经有几十只了 如果不是他们推 不等他们盖起杜家村 我现在就有几百只鸭子 只要这么推算下去 不到两年 我就可以有一个养鸭城了 我告诉你 你砸了人家的车 还伤了人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要关你十五天 外加赔偿经济损失 要不这样子吧 只要你认个错 答应我出去不再闹了 这个事咱们就到此为止 你看怎么样 皮革鸭子一条命 按照治安管理条例 应该关李主任一百天 还得让他赔偿我的损失 如果他可以跟我认个错 我就不闹了 如果你们非得把我关起来 我出去了 我还得砸 你这样闹 就不怕你家里人为你伤心 我家没人 我不伤心 没人伤心